大家好,我是周立芳,安永税务部会计师Sophie 大家都知道BEPS以后呢,各国的税务环境越来越严苛 那金融业呢,同时也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我们今天将举金融业在亚太营运地方最广乎的地方 台湾、大陆以及香港最近的税务更新跟大家做的说明 首先是两个大力多 第一个呢,是证券投雇事业 从今年7月1号开始依照证券业 适用证券业的营业税率 也就是说证投雇如果销售共同基金的部分 将适用2%的营业税率 当然呢,针对非本业的部分 那男士要适用5%的营业税率 第二个大力多,是让所有金融业欢欣鼓舞的 也就是古老的印花税终于要走入历史 那行政院在今年9月11号的时候已经通过 要要废除印花税法 相关的法案还要送交立法院 等到立法院通过以后 明年的1月1号,印花税就可以全面废除 第三个部分呢,其实是比较属于提醒事项 有关于海外税额扣底的计算 金融业必须注意到两点 第一点是,如果我们有取自 所谓租借协定国家的收入的话 必须优先适用租税协定的减免规定 那如果未适用减免规定的部分 超额的税款是不可以回台湾扣底的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日本子航 日本子航分配股利的时候 遭日本政府扣缴20% 那按照台日,租税协定 它的扣缴率上限是10% 也就是说,这个超额被扣缴的10% 回到台湾是不可以抵台湾的 盈利事业所得税 第二点要提醒的是 海外税额扣底的换算 是必须以实际税款缴纳日 当日的汇率则换为新台币 计算海外税额 接下来有关于电子商务的课税规定 虽然财政部已经针对境外电商的 课税规定发布相关的处理办法 但是这个处理办法主要是针对B2C的部分 那如果金融业向境外电商购买电子劳务 那难要回归到现行的税法规定 首先呢,因为支付境外电商这个价款 必须要先做一个扣缴的动作 再来营业税的部分 因为金融业大多属于四张二截的营业人 因此,这个支付电商的价款 会视为购买国外劳务的支出 金融业必须要缴纳相关的营业税 那如果金融业是一个兼营业人的话 他必须按照印免税的比率 去做相关的计算 跟报缴这个购买国外劳务的营业税 接下来是有关于香港的部分 那大家都知道香港相较于其他亚太地区 是一个税务环境比较宽松的地区 可是今年7月开始香港发布了一连串的函令 这些函令都使得香港的税务环境越加严格 那其中主要是有关于移转定价的相关规定 这次主要要介绍的是有关于DIPN60号长设机构的规定 在DIPN60号发布之前呢 香港是一个属地主义的地区 所以只有香港来源所得的部分需要在香港纳税 那有关香港来源所得请想以下三个条件 但是自从DIPN60号发布以后 增加了相关长设机构的规定 换句话说如果外国事业在香港有长设机构的话 就被推定为在香港有香港来源所得 而必须在香港纳税 当然如果说纵使在香港没有任何长设机构 却有香港来源所得也还是有香港的纳税义务 有关于长设机构呢 按照DIPN60号的规定主要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第一个是固定型的长设机构 第二个是建筑型的长设机构 第三个是代理人长设机构 那跟金融业比较相关的将是第一个跟第三个类型 总结来说针对金融业在香港的分支机构或关系企业 它必须要检续跟其他集团内关系企业或总统的交易 是否有互销行销的部分 这些互销行销的行为将构成长设机构的风险提高 那如果有这种行为的话 应该准备相关的do and don'ts清单 让人员在作业的时候有个遵守的法则 接下来有关于合规性的要求 必须注意AOA的移转定价方法 可能跟我们目前台湾金融业在操作的方法有所不同 那必须做相关的检视跟调整 再来必须要检视是否符合香港三成文档的要求 并合规的去做相关的申报以及通知的义务 中国大陆大家询问度最高的部分 是有关于银改增的部分 那什么叫银改增呢 也就是说原来金融业来讲 客增的是银业税 现在改成所谓的增值税 跟一般产业一样 那就是允许竞销项做互相的扣底 用余额再去向政府纳税 银改增之后金融业的税率 仍然是6% 但是不同的是相关的镜像可以做扣底 那在进一步区分来讲 分为保险业跟银行业来做说明 保险业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表列的 它绝大部分的收入都是免税的 那相应的它的镜像 就不能够做相关的扣底 银行业的部分 主要的收入是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这个部分呢 那是用6%克税 相关的镜像是可以做扣底 那关于保险业跟银行业 投资金融商品的部分 是按照差价课税 也就是说当期如果赚100块 那亏20块是针对80块的部分 去缴纳增值税 如果当期净损益是一个亏损的状态 可以留底到以后的期间 但是不能够做跨年的扣底 以上是有关于两岸三地相关税务更新的说明 那希望对于大家有帮助 如果有相关的疑问 欢迎恰询安永团队 我们很高兴为您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